我的超大号快递来了 师傅还等着我去签收呢 走吧 去看看 我还这么大的快递就别想要包邮了 运费 还得自负 这么大的体型 允许我们先保留一点神秘感 来 师傅 帮我把这个卸到车库里面吧 走 我们进去里面再看一下 如意外我们是最早在它正式上市前 拿到并且开箱的媒体 猜超大号快递吧 总得有一些 于是赶来 目测这台车大概4米7左右 很明显这是一台紧凑型SUV 4米7长度不算大 属于兼顾了日常使用的便利性 以及整台车车厢空间的一个输性的方面 所以你看平直的车顶 我猜这台车的车厢空间肯定不会小 哇 19寸轮毂耶 这尺寸还真不小 来 咱们几小答案 321 奔腾T90 这是仪器奔腾4月份在上海车展正式发布的A加机SUV 基于FMA架构下面全新A2平台打造 车身尺寸可以参考屏幕上的表格 大家可以留意下2772毫米 这个轴距数据已经是接近中型的SUV了 重点是T90的预售价是10万元起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相当有竞争力的价格 重要事情说三遍 因为车展方面已经跟大家做过这台车的外观解读了 所以我们这里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 首先是分体式的前大灯设计 日之间行动灯是跟前面这个贯穿式灯条连在一起的 车尾很大程度还原了21年发布的奔腾概念车设计 尾灯里面还做了隐藏式设计 你看转向灯不亮的时候也是看不见的 整车视觉上面属于现代精致 而且有东方神韵的风格 但是今天既然咱们要开箱体验 而且要客观中立的评价 那咱们得找一些标杆产品作为参考系 不过分吧 听说有新车要跟哈佛H6对比 就凭它 哈佛H6可是曾经的销罐 销量高 自然有它的道理 曾经的销罐凋落神坛 说明它的产品力已经跟不上时代进步了 均衡是它的最大优势 哪哪都挑不出毛病 身为奶爸 我觉得哈佛H6很满意 这年头均衡也就代表了产品力不够突出 智能化 车厢空间都不独新加入的后浪文 口说无评 H6配置高 六项电条座椅带前排加热 双温区空调 T90方向慢带加热 还能选上相分系统 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2.3英寸中控屏 加HUD 横向中壳台布置 肉眼可见的大气 纵向中壳台布局 操作顺手 屏幕宽高比4比5 显存面积更加大 无线充电 远程控制 氛围灯 这些T90都有 而且还多出了智能交互灯和触摸式阅读灯 科技感更强 HUF H6有电动尾门 行李箱容积巨的 电动尾门T90也有 而且行李箱容积肯定比HUF H6更加大 没看出来啊 从外观上来看 奔腾T90怎么看都比HUF H6要嫌小 我怀疑你在骗我 既然互相说服不了对方 那就比比空间 现场四位摄像老师和大小行李已经准备妥当 我们模拟日常充满的场景 看看这两台车是否装下这些行李和全家人 怎么样 觉得后排坐得舒服吗 还可以 膝部空间刚刚好 这台车和HUF H6坐着有什么区别 这台车的视野很好 座椅很柔软 膝部空间比HUF H6要大多了 而且后排的座椅也是可以调节角度的 从我们的测量数据和实际体验来看 奔腾T90虽然体型上不显大 但内部空间确实不错 不仅行李箱空间占优势 后排座椅的纵向空间也比HUF H6更加大 就连配置也超越了HUF H6 等一下 T90的内部空间大我认了 但是啊 车的智能化水平光辟配置是没有说服力 还是不服对吧 那咱们再比一次 我跟你分别开着奔腾T90和HUF H6 有从A点开到B点模拟日常使用的场景 然后完成下面这些任务 看看最终的用词谁最短 比Ruby上车 开始 聪明人远程启动啊 哎 啊 你看远程启动就是方便 你好悠敏 来了 我想去大兴机场 第一个 好的 开始导航 OK 你好悠敏 下午好 我想打开通信视频 收到了 你好悠敏 来了 打开车辆设置 好的 主动自动开 好的 哎 没问题 好 三二一 开始 你好哈佛 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 好的 主架温度调到最低 你好哈佛 我在 我要去大兴机场 找到以下结果 你选第几个 我要去第一个 你选择第一个 即将导航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你好哈佛 你说 打开其意 你好哈佛 下午好 关闭碰撞辅助 好的 关闭公调 哎 哎 哎 实测结果出来了 怎么样 狗松老师 有没有刷新你对奔腾T90的印象呢 说实在的 这个哈佛H6呢 它的这个车机啊 已经比较智能了 像什么CarPlay啊 导航啊 音乐啊 视频啊 这个语音唤醒啊 都比较的好 但是啊 在面对装有8155芯片的T90面前还是被降维打击了 我们知道事实上手机芯片啊 装在这个车上 甚至是航天器上都是不少见的 我们人类的第一架在火星上面的无人机啊 装的就是一个骁龙801的芯片 它就是一个几年前的手机芯片 而这个手机芯片啊 跟车的芯片不太一样 因为手机嘛 常换常新 我们两三年就要换了 而这个车机呢 我们需要讲究一个稳定 所以这个芯片啊 要经过这个时间的磨练才可以 所以这个像T90上面装的815芯片啊 就是一个经过了时间磨练的这样的一款芯片 它可以给车带来更加的智能和稳定的表现 尤其现在啊 车机系统已经成为人机交互的主要入口了 所以制程更现进 运算更快的芯片 加上整车OTA的功能 就可以让咱们的车子常用常新 不用担心三五年以后 整个车机系统就会被淘汰 慢得没法用了 对吧 啊 行吧行吧 那你这个车算是赢了 我走了 我们总说啊 你要挑战曾经的老牌消灌 你也得拿出120分的努力和诚意 不能品牌近几年的进步和诚意 可以从这款T90上面体现出来 几个地方吧 第一个10万元起步的预售价 门槛拉的足够低 第二点车厢空间呢 媲美尺寸更大的中型SUV 第三点 智能化程度非常高 包括各项驾驶辅助和智能座山功能都非常完善 你看8155芯片能在这个级别给到你 其实并不多 连老牌消灌H6都没给到 而奔腾D90非常厚道的给到了 那第四点 舒适性配置 比如说座椅的通风加热 方向盘的加热功能 8项的电动调节这些 也是超越了RMH6 所以如果最终的定价落在这个价位区间内 论产品力和性价比 在这个区间的家用SUV里面 我觉得奔腾D90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如果是屏幕前的你 如果你的预算也是10万元左右去买家用SUV 你会怎么选呢